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的进度来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16到18节 我们翻开圣经后一起来读16节开始 他并不就拔天使 乃是就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我今天早上我选定的经文是在17 18 那神就教导我有什么诫命是需要去遵守的呢 就是在上天的面前坐 跟耶稣一样成为仁慈可靠的祭司 胜过环境中的考验 去帮助扶持在同样考验或被试探的人 耶稣献上自己 所以当我们面对正在挣扎的人 就带出我们生命的怜悯 耶稣的爱去帮助他去接纳他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从来不会忘记人的软弱 那就是耶稣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主的帮助 去怜悯在受苦中的人 那应许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是救主 天使不是 基督并不救拔天使 而是救拔人 使人的罪 因耶稣一次献上的挽回祭 遮过乞丐 圣免其罪 为我们将权柄夺回 所以基督认同我们为他的弟兄 就站在大祭司的身份 为我们代求 而且满有爱与慈悲 和忠信 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有哪一些可以胜过罪的呢 你知道生命在生活中难免有过 但是真的要胜过罪的权势 就需要学习谦卑 扶在上帝的手中 领受圣子不做抗命的逃兵 就是起来回应神的使命 这个呼召和使命 看重神的话语 避免犯冷漠的罪 而忽略了身边那些 需要等待被救赎的 失丧的灵魂 那到底在生活上 有什么可以应用呢 就是相信并宣告神的话 用主的话来抵挡 环境中的试探和诱惑 实时省察自己 是不是生命当中 有哪些没有改变 比如说在性格上软弱 没有办法听话 没有办法谦卑 所以要郑重所听得到 免得我们软弱跌倒 那常常也可以 就是说 为身边有软弱的肌体来带导 而且忠心牧养 以神的话来如养 这些的小羊 实时预备自己做好见证 那到底在有关于上帝 对上帝的认识 哪一方面是我可以 哪一方面是能够有更新的认识呢 就是在十七节 看见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弟兄 救恩的元帅 他也是大祭司 为我们献上挽回祭 他的身份崇高 高过于天使的 所以他让我们得连续盟会 做随时的帮助 最后他更成为祭物献上给神 上帝接着主耶稣在地上掌权 我知道在全民皆祭司的时代 上帝要使用我们来回应他 使在地上受苦受试探 不认识他的人 让我们做好与人和好的执事 为主牧羊羊群 使他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 有正确的认识 最后的祷告回应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要相信主耶稣就在你旁边 他要救拔你 当你软弱的时候 他要救拔你 当你犯错的时候 他要为你献上挽回祭 使你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人 你知道当我们高举主耶稣 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神就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 当神的道 神的话也被释放出来 我们行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 主就在我们中间了 求主吧 求圣灵把这张的信息 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提升基督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更多的高举耶稣 敬拜他 沐浴在他的恩高的里面 让这真理的道能继续在我们当中 看众神的真理 并且我们祷告 真的是求主除去在我们内心当中 不对的看法 让我们能够进入主的里面 抓住主给我们的救恩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